1個夜深人靜的夜晚 來洗個水 蟹餅 開水 完成 完成 1克 全飯 1克 熟悉 做成 一大小ugo 一大小 西瓜 取一大小 一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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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玩啊 還不是你? 你看 薯條有膩膩的 應該不是我了 我先走了 我不吃了 睡覺了 拜拜 喂 宵夜 什麼? 你還沒洗手啊 不哭 哎呀 這些東西要洗呢 真的 搞定 宵夜 當然不是這樣洗手 為什麼你不用蕃茄 為什麼我要用蕃茄 你不用蕃茄 要怎樣洗掉油 這樣就好了 這樣洗 在這個旁邊呢 搞定 宵夜 你真的不會洗手 不如我教你一次怎樣洗手 好啊 拜拜 陳泉 我阮berries 是怎樣啊? 嗨博士 上次呢 小姐整隻手都是油 但它不肯洗手 即是不肯用肥皂 它的原理其實是很簡單的 由於它可以降低水的表面張靈 令水分子平均地分佈在皮膚表面 而肥皂的親油部分會深入油分子 油就不會那麼容易重新堆一大塊油污 重複多幾次之後 所有的油污都會變成非常微小的油滴 而肥皂的親水部分 又會將這些油滴帶入手中 因此可以很輕易地沖洗乾淨 沖洗乾淨之後 雙手就不會被油捏住 黏黏到這樣 雙手就不會轉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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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原來是這樣嗎? OK啦!OK啦! 那不是按回答去嗎? 哦!那希望今次呢 我的解答可以幫到你們啦! 我希望今次呢 我的解答可以幫到你們啦! 雙手就不會轉成這樣 這次呢 我的解答可以幫到你們啦! 謝謝! 現在就等我們來了解一下肥皂的歷史啦! 最早類似肥造的清潔物品 可以追溯到西元前29世紀的古巴比倫 而西元前23世紀記載的製作肥造的配方 就有水、鹼和玉桂油 經過前人的不斷改良 現在的肥造配方主要就是硬脂酸辣 加入不同的香料、色素和植物成分 就可以製作出不同功效的肥造 關於幫薯仔洗澡一試 小馬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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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早上一下